陈德成关于冻金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思考 第三点我要说的 他选的病种的介绍 溃疡性结肠炎 其实全程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 严格地说这不是软主治病 这是一种内脏的病 而且还非常棘手 很难治 像这个case 一个女性33岁 6年了 每天大病20几次 半有浓血 半有腐痛 有时候还发烧 所以这种折磨可想而知 人呢 我没看到脸 但看着下肢比较苍白 甚至贫血 这些气虚血虚 我想都有 那中医就是脾胃 脾胃啥 气血生化之源 你这消化不好 不能吸收 气血不足 所以也带来这个病情 它不容易好转 这个病息 其实从本质上说 他们也搞不清楚 到底原因是啥 西医不清 所以它没办法治 也都是对症治疗 你腹泻 给你止血 出血 给你止血 疼痛了 给你止痛药 但是呢 它不解决问题 这种呢 就是给病人带来的呢 无啊 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 你都无所适从 那么咱们呢 中医呢 就不同了 咱们讲究是 治病求本 尽管咱们也不知道 它的 从西医角度的原因 这个原因呢 有可能跟免疫机能 跟内分泌 跟代谢 跟消化系统 等等的 都有关系 但是呢 我们就不去细追究这些 从中医角度 这个王老师也说了 可能是肝气范围啊 肝瘀啊 气质啊 这个脾虚啊 是不是 这些可能都有 啊 我觉得呢 从这个病种 动筋针治疗的效果 可以说呢 又扩大了 我们动筋针 对疾病组织的 一个范围 啊 不是单单的 来治疗痛症 啊 痛症呢 当然是一大部分 现在越来越多的呢 咱们的学员呢 体会到 就是动筋针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 啊 从这开始 奇幻网 他们呢 用动筋针来治疗中风 啊 用在医美 我昨天 我们这个 加拿大这个群里面 啊 这个动筋针分享 关于医美的事 我说了 新疆一位学员 他就开了 医美的专业的 这个协会 和这个啊 医疗的 诊疗机构 就是用动筋针 去搬 去斗啊 去 去这个斗痕等等的啊 那这个课呢 我们将在第五级 来开展啊 现在还没有 但是呢 很多这个医生呢 举一反三 也都能做上来 我觉得这个呢 就说明咱们的道 是同的 理论上 是有一个指导作用 有一个方向啊 那么 将来呢 这个动筋针 恐怕在内脏疾病上 还会呢 大展这个身手 我们已经初步的 判明了呢 这个尝试了 对于消化系统疾病啊 也包括啊 各种的脾胃的 肠胃的啊 中医说脾胃 西医说肠胃 包括IBS啊 IBS和溃氧性结肠炎 它们是有区别 那溃氧性结肠炎 比IBS还要难治啊 它有浓血便 所以这些呢 是IBS没有 IBS就肠胃肌肉中央症 但是呢 溃氧性结肠炎 它半有IBS 但是呢 你IBS不一定 它有浓血便 它只是大便宜常啊 一会干一会吸 吃点 东西不追尽了 它就开始腐心 就好像有的人 他说他可以做 食品安全的检验员 别人吃了没事 只要他吃了一拉肚子 那这个肯定有问题 就包括你这个 剩菜剩饭 你是昨天晚上的饭 今天早上吃了 别人都没事 他呢 就拉肚子了 所以他就能鉴别 这个食品检验 就说呢 说的就是说 肠胃呢 它比较敏感 这种的 咱们其实动静 都显示出来效果 咱有内脏疾病的 腹科啊 啊 这个产科啊 月经不调不晕症啊 以及男性病啊 啊 包括前一期案等等的呢 都是它的一个 啊 组织范围 就是我们在逐渐尝试 在摸索 也希望呢 有这类的尝试的 咱们这个学员 老师啊 尽量的呢 多多分享 啊 非常难能可贵 我也希望呢 王老师啊 把这个病例啊 好好的总结一下 啊 写一个标准病例 啊 那呢 将来呢 可以收入到咱们 这个书里面啊 就咱们这个 对话动静 这个栏目啊 现在有出版社 也看上了 准备呢 把这个 现在已经做二十九剂了 把它整理出来呢 那也是一本书 为我们这些 呃 分享的老师 包括这些发言的 等等的呢 可能都会收集在书里面 将来呢 这个正在 正在谈 那出版社有兴趣 因为我这下一本书呢 就是动静真疗法教程啊 这个 呃 正在 正在 正在书写 还没有 还没有完成 将来呢 会有一系列的 动静真相关的书记呢 咱们跟大家来 来分享啊 第三一点呢 我要说的呢 就是 王老师 他的这个 在治疗过程中啊 非常的细致啊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 有图 啊 有这个视频啊 讲解啊 都非常的 呃 形象生动啊 我觉得呢 这个方面 是比较啊 值得我们学习的 再有呢 他就是有提到了呢 就是咱们动静真 刚才李军老师也提到了 咱们动静真呢 调 主要是调心 调解解怒 以痛症为主 但是呢 对于内脏疾病 那主要是调气 对于精神类的疾病 那主要是调调神 所以呢 这个针刺 有三重境界啊 三重境界 就是说调形 调气 调神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呢 就是调形的工作 呃 灵书经第一篇 九真十二元说 出手形上手神啊 出股 我们现在是出几 出几啊 手的是形 调的是形 是结构 以后呢 那还要有一些调气 调神的一些具体办法 啊 等我这边成熟 再跟大家分享 现在呢 咱先把调形这一块 动静真 啊 这个疗法 先搞清楚啊 弄明白 先把握住 但是呢 这个动静真 正像啊 两位老师说的啊 李军老师也提到 他在调形 调神上 也是可以 要大有用武之地 那也起到了 很好的效果 我觉得呢 这个我自己呢 也在使用尝试 因为行 气和神 他们是相同的 你一个改善了 另外两个 是必呢 受到影响 当然 你这个 呃 几个方面的 可以同时的 来进行调整 也可以呢 先调一个 再调另外一个 啊 这些呢 都是咱们 中医的 治疗方法 急着指标 缓车之本 啊 呃 这些呢 是我要总结的 另外还有回答 这个 呃 王老师一个问题 啊 他说说前聚集 他对这个 溃养性结肠员呢 他进行了前聚集的 松结治疗 那前聚集的位置呢 我们知道 他在两斜 啊 他在这个 肋骨上分布啊 从一到八肋 上都有分布 那这个正好呢 两斜是啥呢 肝胆经啊 肝经胆经 都在这 日月期门呢 啊 是不是 那胆经的很多学位 肝经的很多学位 肝胆相表里啊 那肝经这个 像这类的 呃 溃养性的 这个结肠员 我们说 肝木科皮统啊 那 健肝治病 治肝传痞啊 当先食痞 这张登顶说的 那咱们那个 消化系统疾病 很多都跟肝脏有关 因为肝强痞弱啊 肝 就是疏肝理气 那它的经络分布 就在两斜呀 那在前剧机上 恐怕就有一些 这个动筋点呢 接筋点呢 还是说的 有一些 这个障碍物啊 需要疏通啊 那你 扎上动筋针 做几个动筋针提拉 那不就是 把这个 干净的 预知 解除了吗 昨天呢 我们那个 加拿大的 王倩老师 分享一个 通乳 这个生完小孩以后 三天 乳质下不来 脏的很厉害 因为 它是乳质不通啊 有奶呀 下不来 结果呢 它用动筋针 小小的 有线提拉 第二天 这奶花花流 啊 这是 如果你这个 不解决这个 通乳的问题 它很容易得 急性乳腺炎 最后 皮肤化能 啊 高烧 那就麻烦了 还没满月 刚出生 刚生完小孩 所以呢 这帮了大忙的 咱们这个动筋针 就发现这个 应用范围 越来越广 咱们这个 虽然也都非常有 有这个想象力 创造力 啊 在咱们这个 理论指导下 那你都可以 应 啊 都可以应用 那就是应用完了呢 别忘了 啊 跟大家分享反馈 啊 特别是我们这个团队 很希望 很需要 这类的这个case 啊 这这类案例的 这个积累 将来呢 在写书的时候 都可以收集进来 啊 比如说 王安丽老师 这个溃养性结肠炎 这个就很有代表了 将来大家可以模仿的 去做了 那你说 不是溃养性结肠炎 别的结肠炎 行不行呢 那你都可以试啊 啊 参照咱们方法 有八卦针呢 自针提拉呀 有垂直 有水平啊 有极限 有有限呢 这些方法呢 你试试 从物理 解决了 这个肠 周围和肠外面 表这个的 结构 来呢 改善它的供血 以及改善呢 它的蠕动 啊 这个就是 从咱们物理上的 来说啊 还有这个作用 你看它在 那个垂直提拉 那肯定是 如对 这个 直肠啊 结肠啊 乙装结肠啊 等等呢 它是一个刺激 一个刺激呢 同时呢 也松解了 它周围的 解体组织 那是不是 对这个肠本身 它的这个肌热啊 对它的供血 对等等的 一些发生的改变 而导致了 它这个病情好转的 而这个都值得 进一步的去研究 去探讨 我这里呢 只是推测 所以我觉得呢 对前纪基地 松解是很有创意的 这个呢 因为考虑 中医的 肝胆经的 巡行 这个误位 我觉得呢 这个就是 可以说得通的 这就是 从行 调行入手 解决了调气的问题 啊 这个是 很值得推崇的啊 就不会说得通的 想让我来说 这个误位 或者是 这个误位